这几天呢 我们在讨论的都是台湾的经济大事 刚刚讨论的是再生能源条例 其实它牵涉的也是台湾的人道问题 还包括了临边灾民 曹启鸿县长跟施言祥经济部长 都在我们的现场 那么现在呢 我们现场又多加入了好几位新的来宾 第一位是唐湘龙 唐大哥您好 唐小弟了 比我小来 比较小弟 杨敏杨教授您好 王红威 王红威是议员 也是过去在联合报主跑经济的记者 红威好 王红威好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谈昨天我们花很多时间谈两岸政策 事实上呢 到底谁是台湾在国际上最大的竞争者 你如果问台湾的老百姓 夏老师 你问台湾的老百姓 你认为我们在国际里头 最重要的竞争者是谁 当然是南韩 如果很多人 我想多数的人会觉得是中国大陆 对不对 是不是如此 南韩 南韩 中国大陆是我们赚加钱的 赚钱为止还没有成为我们最大的 蔡英文跟你答案完全不一样 蔡英文答案是中国 我们来看一下郭台铭的谈话 他观座的比较大 我们来看郭台铭的谈话 放除了放碉堡给人家看以外 再不放 那就把这憋死在这里 人家的政府是帮他们的企业 我们政府是帮我们机密 露给人家看 不收钱 这郭台铭的谈话 我们的记者三百 掐得太不专业了 对不起啊 跟大家道歉 因为不是我们的制作单位 因为他在谈的其实台湾非常重大的经济产业政策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去开机门给南韩看 然后还不收钱 他的意思是说 他们其实在国际上 所有这些台商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受到各种南韩的打压 跟各方的竞争 包括三星等等 所以他用了一句话叫三星是要北亚 然后呢 包括我们最近看到的杨淑军 这个杨淑军谈全道的事情 那郭台铭这次发飙 他主要的重点是 重炮批评两岸的开放政策慢吞吞 我们昨天讲了很多是自由型 今天来谈一个是关于友达的开放的事情 那我觉得最近大家讨论的都很少 我先请洪威你谈一下 友达呢 结果最后呢 当时吴敦亦你还回答说 你奇美店没有申请 友达我很快就申请 结果就马上被所有经济记者笑 笑什么呢 笑说友达你批准登录的是7.5代 对不对 然后人家三星的8.5代早就已经设厂了 你现在友达申请那么久那么久 你才批准 怎么马政府时代有这种事情 当时八寸经营厂 你说是台链民进党还有道理 怎么马政府时代 还有这种事情宏威 其实我们这次这个面板厂登陆 当然还是一个阶段性的开放 但是我必须要说 我们这个开放政策的思维 其实还是停留在民进党政府时代 就是我们在开放的时候 我们还告诉大家 友达虽然去大陆 但是呢 他那个技术啊 高阶的是留在台湾 他一直告诉我们 高阶的还是留在台湾 但是他并不了解说 其实面板这个产业 它的政策是在于市占率 所以我想今天郭台铭会这样讲啊 其实我听那些记者说 郭台铭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这一次呢 中国大陆他开放了 要开放几个执照 非常非常少 只有三张执照 结果呢 大家都知道 韩国去申请了两张执照 那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过去在面板产业部分呢 其实大陆是很讨厌南韩的 就跟日本一样 当年日本是要连台去制韩 那大家都知道 韩国的产业 他们市长廖北尔也当 然后他们那个 他们的政府又去当 当他们的龙头啊 帮他们冲锋陷阵 所以其实大陆现在在面板产业 也是希望能够用连台 然后制韩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可以一下 给他两张执照 后来他去打听了 听说他就私下打听 原来呢 是李明博在集20的时候 李明博特别去要来的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感触这么深 也就是今天同样 我们韩国跟台湾的企业 在竞争的时候 韩国的这个政府在做什么 是帮着他的企业冲锋陷阵 想尽办法跟你屁事也要给你 密事也要给你屁谈 就是把你这个争取过来 那我们不是哦 我们是想尽办法 拖拖拉拉 然后告诉大家说 大家放心 我们的高阶技术留在 还留在台湾 把这个敌人啊 直虽也我觉得最近很多 这些企业也好 或者你可以看到 一些这个财经的社论 我觉得他们讲的实在太好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的产业政策 连敌我是谁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都分不清楚 他把大陆当敌人 他把大陆当敌人 然后把韩国当朋友 就是自由时报社论的标题呀 他们的思维就是说 今天反正不管你碰到什么产业 你今天的敌人就是大陆 你搞不清楚啊 在现在在整个国际的 这个面白产业的竞争里面 我们的敌人不是大陆 是韩国 大家全部把韩国当敌人 只有我们 敌我不分 好 宏慧我问你 personal question 可以问吗 年龄几岁 28岁 我帮他回答 谢谢 然后你学什么 我是学新闻 好 那你跑经济几年 应该超过15年 好 赵新闻 我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 我们的行政院 所有主管这些议题的人 他会比王宏慧不专业吗 王宏慧所说的专业议题 他会都不知道吗 他谈的是经济啊 很多官员谈的是政治啊 你刚问一个问题啊 说为什么马云九 这个应该开放 今天的国民党政府 包括很多的官员 执行的是民进党时代的政策 而且执行的比 民进党执行的还彻底 因为民进党时代的时候呢 国民党是在野党 所以很多民党真的国民党反对 但是现在国民党执政的 国民党民意代表怎么反对呢 很多政的是民进党支持的 国民党立委不敢讲的 就过了 其实国民党立委讲了 国民党的财经官员 也努力的争取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问题 科技产业登陆 跟你昨天讲的自由行 跟你待会儿讲的入资 都是一样的关键 就是卡在一小撮人 这一小撮人还是高举的 民进党执政时代的 意识形态的大旗 那是谁啦 文健你还记得吗 那是谁你可不可以讲实话吗 这个很像陆委会这群人嘛 就是陆委会嘛 所以今天所有的财经 好像好兄弟一样 对陆委会非常非常有意见 因为很多政策到那里就喊停了 这是什么概念 文健你还记得那是你当立委的时候 敏感科技保护的概念 所以定了一个N-1代 登陆都只能登陆N-1代 但是在面板厂 就像刚才红伟讲的 这是敌我不分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面板 都是卖到大陆去的 也就是大陆是我们面板最大的市场 当你的面板在台湾生产 而韩国那边 在大陆生产的时候 你光是成本就比韩国高了 不晓得多少 所以台湾现在 各个科技产业的竞争策略是不同的 但是最悲惨的是 最后这些财经官员知不知道 都知道他们有没有努力争取 有争取 可是当卡在那个意识形态之下 N-1代牢牢的紧箍咒 孤在那里 他们都动弹不得 这二十 对不起 同行 我觉得这是有民凶国安会的问题 我们在两年前金融海啸的时间 时候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在金融海啸的时候 中国大陆 知道 2008年的时候 就已经在总统府就已经知道 大陆有兴趣要建它的面板厂 而台湾的面板厂呢 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因为面板厂是一个烧钱的产业 就像DRAM一样 DRAM我们投资的钱 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回收 面板厂我们也不晓得 什么时候回收 中国大陆有兴趣要建面板厂 那个时候的一种方案 就是请中国大陆的把钱 拿到台湾来 我们做大面板厂 做最好的面板厂 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供应链 但是另外一种选择就是 如果你不能这样做的话 那就对不起了 就只好在大陆他们自己要玩 那录资根本进不来了 但是问题在这里了 如果你今天录资愿意进来的话 可以进来的话 今天这个面板产业就在台湾 也就不用去大陆嘛 那他录资又不让你进来 然后要去大陆又不准 他不是要把台湾给掐死吗 这个有名凶你被点名好 但我要讲说 我们昨天讨论了非常多 我们的国安会 我们的陆委会 是不是台湾的经济杀手 是不是贬归马随 这是曹星成的话 你的看法 其实应该是说 两年前的这个情况 大家知道其实是 刚好在政党轮体之后 那你不太可能用两年之后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性情势 来去说两年之前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但是两年之后 我们取的一点成就 事实上的的确确是应该 有一些这个调整 可是不管怎么样 对韩国其实 我们把韩国当作纪念对手 其实老实的讲 是你了不是老百姓 我们台湾人 但是韩国人不把台湾 当作纪念对手 不是有名凶 这句话真正是有问题 台湾老百姓 我觉得多数的人 是把中国大陆当对手 然后把韩国人当朋友 他根本不知道 台湾所有的产业 在国际最大的敌人跟对手 就是韩国 我要讲韩国这20年 为什么快速的崛起跟成功 很重要的 第一个 他们将中国大陆的崛起 看待是一个最重要 跟主要的机会 进军中国大陆 第二个 他是政府带着企业打群架 为什么日本 我看不止消失10年吧 消失20年30年都有可能 因为日本相信 中国崩溃论 那从 所以日本锁国 今天从李登辉开始 就是跟着日本的这个论调 看衰中国大陆 借级用人 然后一直延续到民进党的 陈水扁的一边一国 不但借级用人还根本就是搞政治对抗 所以使得过去台湾的经济停滞了一二十年 那这个很明显的你可以从台湾自己的经验 从日本的衰落 从韩国的崛起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战略的方向往哪里走是对的 而且台湾还反双 我的问题是 我们已经正老轮替两年多了 你们马一九块钱 所以我讲我昨天又讲了 不能官僚治国 我们整个的官僚是从李登辉的 借级用人到民进党的执政 那个意识形态是没有改变的 他还是一个保守的官僚 你不能够尊重官僚的意见 而是要用非常强大的政治意志跟决策 带着这些官僚走 改变他们过去的思维跟模式 如果你处处尊重官僚的决定 觉得技术官僚是稳定的 台湾国家就是过去的发展 就是靠这一群官僚 20世纪80年代的官僚 没有办法处理21世纪未来的事情 我讲白一点来 应该说不能够让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官僚 带着国民党的执政走 这才是关键 我都反对你们两个讲法 因为真正的问题是 马英九在任命他的内阁的时候 刻意放了跟绿军有关的人 来担任陆委会的主要的主管跟副主管 是马英九自己把民进党的官员 放在这个地方来使他觉得 大家觉得他没有卖台 然后台湾的经济官僚 没有人要做你们刚才所讲的事情 他们都跟王洪卫立场一样 所以例如你骂错了官僚 你该骂那个任命陆委会主委的人 他的名字叫做马英九 我们去广告